我們這個東西是跟植物去做共生的 也是換言說當很多水土保持的時候 植物的根莖長成了以後 它自然就有這種所謂的家境的功能 然後到最後這塊布會自然的分解掉 理論上來講我們會想做到這樣的一個情境 那這塊布以前是以前一直是布在地底上的 其實台灣有 因為台灣有一些觀山宮崎的外面 因為其實到國外的很多的道路來講 他們每一塊布 他們道路上面都會鋪上一層這種所謂的家境布 因為它可以做很有效的隔水、排水的動作 那現在只是說我們過去 我們突然才想到就是說 這種東西我們為什麼叫槌子 以前是把這塊布是水平的鋪在地面上 那我們可能槌子把它變成在一個牆面上 因為這主要是大家 我可以把這個 待會我再解釋這個怎麼去做 我有兩個sample 我們布其實目前來講我們的寬度 因為我剛一直在講 這塊布你不用擔心這個 主要如果各位你有 特別有做過一些景觀設計的 戶外用處的話 這塊布本來就可以用在戶外上 基本上不會 如果說 大概 我 像我們現在選擇這塊布 大概 安全規範來講 因為 你厚道的一個施工工程 原則上三五年 基本上是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 每一個工程基本上來講 它所要的材質基本上也會 我可以設計成三五年的 我剛才講十年的 或者幾個月的 我都可以去做停彈 然後呢 我們戶外部的大概可以做到 我們的長度 基本上 呃 因為我們長度其實基本上不會受限的 我們以前它大概 應該假如說 你這樣 這樣設想好了 大概三五百米 其實基本上可以延續的 但是寬度基本上是受限的 寬度基本上差不多是一米六 不超過一米八的一個寬度 但長度來講 因為它其實還會牽制到很多搬運的過程 基本上我們也不會去設計說出來說 欸我這個就是幾百米這樣連續的一個長度 我們會做切割 那我們大概 讓各位去了解說 我們現在目前所可以應用的一個狀況 到目前為止到底是什麼程度 這個 我們可以在這上面 我們就會來想到的 就是說 我 因為我們想去做無土的栽培 因為現在的問題很多 所以我有可能 我在這裡面這個棉花 我可以去篩選一些 因為看氣候 戶外氣候 或者室內的氣候不同 我的棉花可以篩選是 很會吸水的 也很不會吸水的 我這個東西我是可以做設計的 然後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盆栽 很簡易的方式去把它植入進去 當然啦 我們今天如果在做的各位 你可以去設想一個更好的一個 栽種的一個方式 我們也非常樂意的看到 有更多的創意來講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所做到的就是說 我在步做完了以後 因為我可能要去做造型 我們待會兒會幾個案例可以看 我會做幾個造型 我選擇不同的盆栽 我就直接植入進去 這個東西我剛才講 這個東西有一個很大的特別是 早期你看到這東西 你現在看到現在我們行道樹裡面 現在很多工程裡面會 也會有做 就是說它可能就是一塊的 這種PVC的水管 然後把它挖個道 然後把它架起來 然後直升 可是這東西我要再講 這到最後它可以 它還是把盆栽 就把它塞進去而已 然後可是我們這個東西 待會兒可以做很多 形態的一個變化 施工的一個區塊 那它工程這個標案標上了 可是重點是 它不是馬上就會把它蓋大樓起來 它可能還需要一段的隔時間 所以他們早期就會先把它做個隔離出來 然後再寫一個什麼什麼營造公司 那現在它這個就不會了 它就把它變成一個 簡易的一個圍牆 那可以去做 我剛才講你可以做很多的造型設計 當然你在去設計的時候 你的那個給水系統是要做主的 我們會期待說各位有一個 有一個給水的一個系統 就是說因為現在的方式是 他們功能會固定在上面去做噴上 一樣植物的過程之中 還是要有一個水去去做 你會做到更智慧 可以去用什麼方式來去進行 那這個直批的動作 當然你可以去做很多的造型 這是一個今年我們在目前的 那我剛才講的它可能就是只有一個 一般來講這個圍牆的高度 基本上它應該不會超過兩米 還是它的長度基本上是可以延伸的 或者是我可以去做切割剪裁 還是要去施工 所以它前面來講 它到最後它只是做一個很記住的動作 它中間背面其實沒有一個支撐的 做完了以後 這個東西基本上可以是 在移到別的地方去做展示 不用拆掉它 這是一個想法案例的 那這個是在我們紡織所 我們自己也做了一個架構 因為我們把它想成做垂直花月 就是現在很多綠建築 那這個 這是我們之前 這個東西我們已經做了大概 應該 快一年了 就是說這個目前來講 就是我們找了一個我們所內的一個壁面 然後去做一個整體的一個平面的一個架構 比如說 當然啦 因為我們當時只是做了實驗 所以我們選擇了一個花草 都還是綠色的 它基本上來講 它可以去抵代出來的 這是一種造型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做的當然都是戶外的 戶外其實跟系統結構比較有關係 那我不知道今天再做的設計師 如果你當然沒有做過戶外的 可能就是你可以去考量到一般所謂的這種室內的 室內的方式 或者說你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也提供一個example 你覺得還可以去做什麼樣的設計 我們過去是沒有想到的 那也是一種方法 這個雖然就是 我們只是把過去做提供的 埋在那個 這個地面上 到最後你又覆蓋一個水 那個什麼 那個 柏油以後 其實你不知道他們 其實以前這個東西 一直都是在被作為內在裡面 只是說現在我們 有沒有成 方式可以把它呈現在做外在的一個 結合現在 實政派的一個方式來去做進行 這是我們當時的一個想法 那 這個我們也可以去做 你看我可以去做成隔板的 那這個東西可以做拼貼 這個 這個 這個只是 我們 這個應該在今年的 我們在今年的花 我也有類似這樣的一個 品量 就是做好一個trust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去做拼貼的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觀念 有沒有可能 越來越把這種什麼 綠色的一個 跟生態的一個設計 帶給我們更多的 就是 這個連結會更多 跟我們不管是 各位我們的辦公的場所 或是居住的場所 跟我們人體之間有更多的一個連結 那 我們會期待的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但這中間 我們還會期待就是 它有沒有可能是一個更智慧型的一個 給水的一個系統還是怎麼樣 不然的話它還是要 拿個噴槍槍噴一噴 這個目前是我們都還沒想到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大概有結構面 現在目前 我們也可以用在室內的一些 裝潢空間的一個組隔 那它還有一些什麼造型的設計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東西 顏色我們可以改 我們也改了針對不同的顏色 你希望是綠色的筆 然後黑色的 一般來講 改了這樣的 我們為什麼選擇還是這樣的一個顏色 當然是搭配上會比較好 而且這個的目前來講 強度也是最強的 當然 如果你只是一個 暫時性的 一個一兩個月 你就要拆掉那種東西 其實是可以改變它的顏色 因為顏色基本上 強度就會比較弱一點點 但是 但是 我們講的都是我們科學計算來講 suppose 是 是都不會有問題 但這個東西是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正在做它的 耐後破旺試驗 所以我們 suppose 它是可以做 撐到五年十年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現在這個數據 我們現在正在做破旺試驗之中 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另外一個空間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 圖母的形狀 而且這個 這個大小空間格據 我們也可以改大小 或者是你希望這裡 西一點 然後這裡寬一點 那個所有的格子的大小 事實上 我們只能改一個 就是說 我們不可能 這兩個是平行面 那這個是大 這個小 這個大這個小 這個會有問題的 但是它如果是依序的 變大變小 或者是 這個大這個小 這個大這個小 或者怎麼變 這是OK的 只要沿著這個 所謂的 我們剛才講的 浮寬的那個 1米8 那一段 你覺得那個 橫向的格子大小是 不容易控制的 可是長度部分的 依序的格子大小 我們是都可以控制的 這不會有問題 這是我們其實基本上來講 我們會期待的 它到最後 因為這些都是所謂的 我們在想 如果是說一個爬牆的一個植物 其實它到最後 就跟這個整個整合起來了 它 有沒有可能變成是 我們以前傳統的 我們什麼 竹梨幫蓋 就是把圍牆這個空間 先透過一個布 那這塊布有個特質 你看它要摸起來 它 不像以前的 當生水泥那個 或者是硬邦邦的 它基本上是有軟性的 它有韌性的結構 所以基本上來講 它的 施工的一個 你要做個弧度 然後去撐它 是簡單很多的 你看我可以很輕易的 去把這個弧度撐起來 你是一個圓形的弧度 我也可以撐得起來 反正是布就有這個特質 那就是我們現在想做的 類似的一個造型的一個空間 當然其他 除非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說 先用戶外的 說各位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當然你可以去往下去延伸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 硬鬥的 或者是思念的 或許是還有其他的 裡面也可以去延伸說 我們沒有想到的一個領域 或是哪一塊 現在只是說 讓各位 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 它的 我們現在做的一些成果 大概是以上 讓各位先初步的一個了解 大概是以上